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致脚汗过多 二致脑丝瓜中维生素B等含量 有利于小儿大脑发育其中老年人大脑健康 三美白抗衰老丝瓜汁有美容水汁浴 含防止皮肤老化的B族维生素 四环解咽喉盐嫩丝瓜洗倒烂几支 加入适量白糖 每日医食 每天三次 可减轻咽喉不适 五强心现代医学表明 丝瓜中含有皂肝类物质 这类物质只存在于餐类药材中 就有强效的强心作用 主要是增强心肌的功能 六抗过敏丝瓜 提取五对乙型脑炎病毒有明显预防作用 在丝瓜组织培养液中还提取到一种聚抗过敏性物质 血跟醇酸 其有很强的抗过敏作用 七清热凉血 夏天的饮食以清凉拜火为主 丝瓜作为眼下之食的一种良性食材 适当食用有清热凉血 化坛解毒的功效 适合热病期间的深热反可 炎热夏季的灶热口甘蔗食用 八补甲具测定 每100克丝瓜的甲含量为115毫克 进食少食 腹泻呕吐或时常运动 而大量流汗的人会使体内甲元素大量流失 因治疗需要长期服用利尿剂的人 也极易缺甲 如果能经常吃些丝瓜 则可避免缺甲之忧 丝瓜的食用方法多种多样 可炒 可烧 可做汤或做冷盘 需要注意的是 丝瓜中的许多成分不耐高温 预热后亦遭破坏 因此在烹制时动作要快 应掌握好火后 一清白丝瓜爆香 将丝倒入丝瓜炒香 加青椒及少许大蒜 带丝瓜熟透 后再放入百合略煮即可起锅 二冰鸡玉谷将丝瓜去皮 洗 切成1-5厘米小段 用蒙火隔水蒸丝瓜7分钟 倒掉瓜汁 烧锅下油 爆香蒜蓉后 淋上丝瓜 再加少许酱油 麻油 三丝瓜豆腐更嫩 丝瓜洗后去皮 两头与豆腐一起切成小丁 分别捉水 锅中加入鸡汤 掉以精盐 料酒 胡椒粉烧沸 下丝瓜丁 豆腐丁 葱姜末 开锅后用水淀粉勾芡 搅入鸡蛋液 加入少许味精 再淋几滴熟鸡油即可 四虾仁丝瓜汤丝瓜性寒 并且具有滑肠致蟹的作用 脾胃虚寒的人要慎吃 丝瓜也不适合大量食用 食用过多损伤阳气 一天建议吃一到二根足矣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